市民代表江如林今年前往日本圣岗市参加山车祭典活动 看到圣岗市借由山车祭典 拟据全体市民热情参与 也吸引到广大的游客到访 江如林希望市工所团队能够学习圣岗市举办活动的成功经验 真正有效带动花莲市的活力以及发展 市民代表江如林今年前往日本圣岗市参加了山车祭典活动 他看到圣岗市借由山车祭典 凝聚了全体市民热情参与 也吸引了广大游客到访 江如林希望市工所团队可以学习圣岗市举办活动的成功经验 真正有效来带动花莲市的活力与发展 那我希望借于我们去到国外 看到别人的城市的行销城市的那种作风 我希望我们能够去到那里的时候 市长跟所有的科室主管 能把他们去那里起经的方向能够抓回来 对花莲市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 一个办理活动的方向方针 那我也希望说 花大钱一定要办大型活动 不要每一次办的活动都是那种 一点点一点点 做不出效果 做不出成效 让花莲市民没有感觉到有一个 有感也没有一个温暖的感觉 那我也希望说藉由我们这次去到圣岗 能够把他们好的东西取经回到花莲市 办一个大型的 让所有市民都能够有一个国际观 外交观 把花莲行销到国外去 让全世界看见花莲市 不要只有风延剂而已 那我也希望我们花莲特色能够呈现出来 另外江如林也关心市长和市工作同仁的身体健康 希望大家可以落实健康检查工作 而对于代表的建议 市工作也表示 会学习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 妥善规划花莲市各种行销推广活动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